为了迎合即将到来的Intel下一代桌面处理器 目前已有不少主板产家推出了全新系列的700系主板 除了出厂就能够支持下一代处理器之外 部分特性与功能也随时获得完善 而我这次就有幸拿到了微信MSI的V760 MMO的Wi-Fi二代 也就是排气泡二代主板 那本期视频就来给各位分享这款主板的用后体验 首先我必须先说明一下 幼义屋本身是没有用过V760M排气泡一代的主板 因此并不会和各位列出二代主板与一代主板的差异 而是着重在于这款主板最直接的用后感想 以及一些我个人觉得还可以加以改进的地方 首先包装还是沿用回一贯的设计语言 打开后除了包装本体以外 也给到了崭新的鲨鱼器Wi-Fi天线模组 就如手指以往的排气泡系列主板向来都只给两根天线 而这次总算是升级成了鲨鱼器天线模组 除此之外也给到了前置IO一体化转接跳线 这对于一些小机箱的使用者也算是非常好用的配件了 其他像是SATA数据线以及M.2螺丝这些常规配件我就不多赘述了 整体来说配件的部分给的还算中规中取 没有特别寒酸但也就一般般而已 主板的外观设计继续沿用回黑色PCB搭配银白色装甲的设计 但这一次的SATA装甲让我觉得有一丝丝的遗憾 这部分稍后再和各位细说 主板供电采用了12加1加1项设计 单向供电能力75W 供电MOS为RAA22007520 TWN芯片则是RAA229132 并且采用了全覆盖的散热装甲 如此的供电规格用料即便是用来带i913900K 基本也算是轻轻松松的 为此我使用了i713700K来进行考骑测试 设计平台为开放式平台 为了确保搭配测试的硬件有足够的荣誉 散热是采用了列明的FN280P2 而电源则是采用全汉新推出的HydroG Pro 850W ATS 3.0 这支全新的ATS 3.0与PCIe 5.0规格 同时外壳采用了防刮耐震的火山原质感烤漆外壳 同时也具备了先进的防潮设计 即便是湿度90%环境下依然可以正常使用 并且采用了全日系电解电容和主动PFC设计 加上单路12V DC-to-TC结构设计等 稳定性的部分也无需担心 同时也搭配了原生的12V HIGH POWER电源线 对于使用RTX40系续卡的用户也颇为友好 以及提供了10年的保修 这也说明了全汉对于这款电源有着足够的信心 用户买回去后也可以放心使用 在我进行30分钟的FPU考级测试后 13700K的功耗来到了近280W左右 而此时的供电区域部分的温度最高仅有56度 所以这套供电带i9-13900K肯定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只是B760M芯片的CPU机制关系 会导致在默认状态下的CPU功耗处于虚高状态 碍于视频篇幅原因 这里就不多讲解CPU机制的内容了 有兴趣了解的朋友 你们都应该怎么做了 再来是后置IO接口设计的部分 分别给到了4个USB2.0A口 一个HDMI2.1和一个DP1.4 一个20G的USB-C口 三个10G的USB-A口 一个2.5G的有线网络接口 一组WiFi6E无线网络天线接口 以及一组带光纤口的音频接口 接口的部分并没有给我太多的惊喜 但是对于一般的用户 特别是游戏玩家来说 主板的后置IO接口数量绝对是足够的 只不过如果能够再提供新模轻手按键 以及一键升级BIOS按钮 那么就更加完美了 然后是内部扩展接口的部分 首先PCIe槽位的扩展性 第一条是支持PCIe 5.0x16规格的显卡装有插槽 并且采用了全金属加固设计 但可惜的是并没有进一步设计成隔壁加类似的简易快材结构 采清卡的体液还是会比较不太友好的 另一个PCIe扩展槽就只有最底下一个PCIe 3.0x4的开放式插槽 是的它并非是PCIe 4.0规格 对于需要用上PCIe 4.0的扩展设备 像是M.2扩展卡这些就必须注意这一点了 不过对于其他像是生卡或是采集卡 这类不依赖PCIe 4.0规格的设备则不用太担心 并且开放式插槽也方便使用一些自带较长接口的设备 这一点还算是比较友好的 而由于PCIe扩展槽只提供一条PCIe 3.0程式的缘故 因此多出来的通道就可以给到其他扩展接口上了 像是M.2接口就直接给到了三个 并且全都支持PCIe 4.0程式 第一条是CPU直连通道接口 另外两条是芯片组扩展通道 全都支持最长2280长度的规格 虽然并不支持更长的22110规格 但如今的M.2 SSD市场上 值得选购的22110规格SSD也真的趋势可数 所以不支持22110规格这一点我个人觉得影响并不大 但是有一个部分确实很各一模 微信为什么就不给第二条M.2带上的散热装甲呢 这条M.2接口设计在显卡插槽的下方 除非你只使用PCIe 3.0的SSD 否则大概率你还是会需要一个散热马甲的 那么非主板自带的散热马甲是否会与显卡起冲突 而这一点就是个未知数了 这也是我前面提到过对这一次的散热装甲设计有一丝丝的遗憾 其他扩展接口的部分 前置接口提供了一个10G的USB-C口和一个5G的USB-A口 两个USB2.0接口 4个SATA接口 6个PWM风扇接口 和2个5G的ARGB灯光接口 并且也提供了检测Debug LED的功能 作为一款密切60M主板来说 这些接口数量和功能谈不上特别惊喜 但绝对无可挑剔 所以我觉得接口数量与设计确实没什么可挑剔的 而各位聊完了主板的外观和用量设计后 接下来就是要聊一聊我对这款主板所给到我的惊喜功能 那就是记忆体内存超频体验 我自己并非是一个硬核的记忆体内存超频玩家 一大堆的小长设定该怎么调整都无从下手 而且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非常多 导致过去很多时候不论是做主板评测也好 又或是记忆体内存的评测 记忆体内存超频的体验很多时候我都只是点到为止 而这一次的BG60M排气包二代 可以说是记忆体内存超频小白的福音 主要是BIOS内增加了多一项Memory Extension Mood的功能 里头提供了三种模式可供选择 这三种模式其实就是微星主板工程师 提前根据你目前的记忆体内存频率与基础时序 特别优化小参者作业 而参数的既定程度由小到大分别为Performance Moods Benchmark Moods 和Main Test Moods 在开启SMP频率持续为DDR5-6000C30的基础下 我分别测试着四种模式下的记忆体内存跑分成绩 可以看到在开启Main Mood Extension Mood功能后 延时表现都不断进一步的优化和加强 不过这边我个人其实比较推荐只使用Performance Moods即可 后面的两个模式尤其是Main Test Moods 基本很难通过稳定性测试 当然不排除是我所使用的记忆体内存本身的条件所入 但竟然我用起来都不是那么稳定了 自然就不是特别推荐日常使用下也这样使用 而在有了Memory Extension Mood这项功能后 搭配微信自家的Memory TIE功能 在我使用这对采用海力士A带颗粒的金百达银百马甲条的测试下 可以轻松达成7400频率C36的成绩 此时记忆体内存的读写性能均突破110GB每秒的性能 延迟表现也达到了55.7mah的成绩 并且也通过了稳定性测试 而在我就想着发现频率也不是梦的设想前提下 现实就可可的打了我一把掌 在我尝试了好几次的测试后 最高只能勉强达到7600C38的成绩 而且还无法通过稳定性测试 不晓得是因为这套记忆体内存本身就很难达到8000 还是因为处理一些IMC体质价为一般的缘故 看来8000频率并非是那么轻松就能达成的 不过不得不说这是我第一次那么轻松就能达成如此的成绩 整个过程其实也就花费我30分钟左右 整体的记忆体内存超频体验确实给了我很多的欣喜 这边真的是得感谢劳股控告的微信工程师们 但记忆体内存超频的体验门槛不断的解义化 普通小白也能够用简单的操作 体验到高阶超频所带来的感受了 当然超频存在一定的风险 并且需要搭配各个硬件本身的体质表现 才有极致的结果 因此我还是建议在超频之前先做足功课 以便之后不小心超频翻车后 也能整理出来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方便妥善解决出问题的地方 而我这次的记忆体内存超频结果 也仅代表我手上搭配的硬件作为参考 最后就是大家所期待的价格了 微信B760MM的WiFi2排气泡二代主板 目前在官方旗店链上的活动价为1299元 你们觉得这个售价如何呢 我个人是觉得在综合了我的使用体验后 它确实值得这个售价 特别是对比排气泡一代主板 则和优惠价后差价只有50元 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下 我是肯定无脑推荐排气泡二代的 只不过这个价格区间也有不少友商主板的好选择 因此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并非使用13600Q或以上 并且对记忆体内存超频体验的部分不感兴趣 那么它的售价就真的会变得偏高一些 但如果你是有较为高阶CPU使用的需求 而同时也对这一笔内存超频特别感兴趣 这一款排气泡二代绝对是这个价位段中非常好的选择 而特别是那些不打算或不能使用ATF主板的小机箱用户 它的选购价值就变得更加高了 OK 这一次和各位分享微信MSI新推出的 B760M Mode WiFi 2主板上手体验 有任何疑问或是关于这款主板的观点 也欢迎留言评论告诉我你的看法 最后也要感谢各位一路将影片看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 也请记得点赞留言分享支持一下 还没订阅频道的朋友也不妨点个订阅 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你的支持和订阅是我最大的动力 那么这就是本期影片的所有内容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